没有啊 没有谈到这个 这之前就是没有谈到人的部分 只有谈事 就是政策 独家采访被外界点名将加入林权内阁 担任国发会主委的台经院副院长龚明星 很低调是因为同一时间 被点名的财经相关人选还不少 财政部长一职 目前台面上有财政部常务次长许于哲 以及前健保局总经理朱泽民 经管会主委的位子不排除由施俊吉回国 前经建会副主委张景森 也被点名出任国发会主委一职 再加上准合魁林权 蔡英文想拼出好经济不言可遇 但林权一月接受平面媒体专访时 自己也承认台湾的投资环境有问题 如果把几家大厂拿掉 台湾大概是全世界排最后 像是环平一搞好几年 这样谁要来投资 对 他也很清楚 现在业界可能在产业推动上 可能可以遇到什么样的一些 需要政府帮助的地方 不只国内投资环境急需改善 林权自己在专访时也提到 台湾产业转型所需的能源 将要加强让气垫共生更有效率 另一个方式就是用天然气来取代燃煤 此外林权也提到 企业并购要考虑对产业有没有帮助 像是细品跟大陆结合 会把日月光的价格拉下来 让整个台湾封测产业发展受到伤害 这就需要由专人来审查 面对台湾经济一连串的考验 林权也不讳言 如果台湾没有自由贸易协定 FTA企业要行销全球 就会有关税障碍 这就是台湾最主要的困难 由于林权一直是蔡英文 看重的财经幕僚 上任之后 能否一一解决台湾当前竞技状况 就看林权怎么对症下药 记者陈正茅江红 看不到